大家好 今天香港疫情仍然严峻 所以我在今天的天天科学里会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下香港和疫情相关的数据 昨日有网友提议将香港和新加坡比较一下 我觉得都很合理 两个都是大城市 新加坡半年前就采取了一个与病毒共存的方针 香港就继续动态清零 究竟结果是怎样呢 一会和大家看一看 天气方面 澳洲东岸现在很多地方都水浸 情况是怎样呢 当地朋友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2月28日香港有32,000多宗阳性检测 比之前一天稍微低了一些 不过还是很高 其中大约一半的状况还是待定 另外有万一宗左右就是确诊 五千多宗就是无症状感染 其实香港已经有大约24万人属于阳性检测 其中有18万人就在过去两个星期检测出来的 首先我们将香港的数字和英国 欧盟和美国比较一下 由于大家的人口不同 所以我们看的数字就用每100万人 有多少宗感染的情况去看看 虽然英国 欧盟和美国的数字之前都曾去到三四千 不过现在的数字已经开始回落了 但是香港最新的数字就上去了 卫生防护中心2月26日开始就改了个计法 所以之后每天的数字就比较合理了一点 看到过去三天的数字都去到四千多五千 比英欧美最高峰的时候 这个数字还要高 最新的数据香港去到每100万有4500多宗感染 同一时间英国就是1200宗 欧盟就是800多宗 美国只有300多宗 至于死亡数字方面 美国和英国曾经都去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不过现在最近就回落一点 但是同一时间香港最近的数字就升得很快 最新的数字显示 每100万人里面有大约8.4个人就因为COVID而死亡 这个数字就是每天的数字 不过就做了7日平均 减少因为星期六日造成的变党 看看最新的数据 香港最新的数字就是8.4 同一时间美国就5.8 欧盟就是3.6 英国就是1.6 香港现在的数字就比美国 欧盟和英国都高很多 不过有些人就会说 香港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 其他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不可以直接比较 不如我们就把香港和新加坡比较一下 新加坡在上年8月宣布与病毒共存 在9月打后就有比较多人感染COVID 最近这两个月 其实那个感染数字都升得很高 我们拉近点看一看 其实1、2月大部分时间 新加坡的感染数字都是高过香港 在自从2月26日香港改变了计法之后 香港的数字就超前了 最新的数字 每日每100万人 香港就有3万4千宗国案 新加坡就是1万3宗 即是香港的国案就是新加坡的2.5倍左右 不过感染国案多未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那个死亡数字 这张图就显示 每日每100万人 两个地方的数字是怎样 看到新加坡由9月开始 这个数字都上到2点多的水平 之后回落了一会儿 最近又升了一些 不过都在2以下 但如果拉近一点就可以看清楚了 其实香港在最近这一排的数字就升得很高 最新的数字 每日每100万人 香港就有8.4人因感染COVID而死亡 同一时间 新加坡就是1.75人 香港的数字是新加坡的4.8倍 大家都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大城市 为什么数字会有这么大分别 我自己想就可以想到三个原因 第一个 亦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新加坡接种疫苗的数字比香港高出不少 新加坡已经有9成人完全完成了接种疫苗 而香港只有69% 而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里 很多都是高危的长者 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接种的疫苗不同 新加坡主要就提供Vizor和Moderna两种疫苗 香港就有其他一些抗体未必那么多的疫苗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加坡最近没有因为政府的政策 造成医疗系统的崩溃 说完疫情又说回天气了 今早早卫星云图可以看到香港和台湾 整体来说云量都不算多 忙一点看澳洲的情况 可以看到西澳洲的北岸有个热带气旋 不过那里影响的人就应该不算很多了 但同一时间可以看到 新南威尔斯和维多尼亚洲 其实都有些比较密的云 当地都有些时间落比较大的雨 早几天在Queensland的Brisbane 曾经落过400毫米的雨量 而一些雨区就移到新南威尔斯 所以在Sidney和附近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 说回香港 今早早5点钟的时候天文台录都气温是19度 天色都不错 云就不算多 所以打鼓嶺气温比较低 只有15度而已 新加气温普遍来说是17-18度 而这个季节来说就算比较暖一些 天文台预测 今天会是大智天晴 早早部份地区能健度比较低 日间天气温暖 祝古气温上到26度 预计明天云量会比较多 不过日间短暂时间都会见到阳光 明天气温就会是17-22度 接着几天天气都算是比较暖 星期五六最低气温都有18度 之后几天最低气温都有16-17度 转过头看看台湾的情况 今早早台湾都是多云为主 天气都比较暖 今早台北和台中气温都有20度 高雄亦是20度 南部的云就不算很厚 中央气纵局就预报 台北今天就会是短暂时间会有雨 最高气温就是21度 明天就会是多云为主 台中今天就是天晴 最高气温就是26度 明天继续天晴 高雄今天阳光充沛 最高气温上到26度 明天继续见到太阳 日本气仗厅就预测 东京今天初时天晴 小气时间就会有点骚雨 日间最高气温就是14度 明天初时天晴 小气时间就会见多些阳光 最低气温都有6度 最高气温就是14度 大阪方面 明天初时天晴 小气时间见阳光 最高气温就是13度 明天就会是部分时间见到阳光 气温就会介乎4度至13度 其他地方的天气 我们参考当地的官方气象预报 韩国首议今天阳光普照 最高气温会是8度 明天继续天晴 新加坡今天会继续有雷暴 最高气温就是33度 明天继续有雷暴 澳洲的Sidney今天就会有雷暴 最高气温就24度 请留意当地有关水浸和下雨的警告 如是星期四会继续有雨 Melbourne今天部分时间会见到阳光 最高气温就是28度 明天继续有些时间会见到阳光 纽山里的Oakland今天就会有骤雨 最高气温就是25度 明天部分时间会见到阳光 加拿大方面Vancouver星期三 既有阳光亦都有骤雨 气温较7度至11度 星期四继续是阳光骤雨的天气 同一度星期三会落大雪 最低气温就是零下7度 最高气温就是1度 星期四见回太阳 Montreau星期三 部分时间会见到阳光 气温较0下12度至0下4度 星期四见回阳光 Los Angeles 星期三会见到太阳 气温较12至28度 星期四就会有骤雨 San Francisco 星期三多环为主 气温较9度至20度 星期四会有些雨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星期三见到太阳 气温较3度至9度 星期四继续天晴 我们又看一看烏克兰的最新天气情况 可以看到打仗那几个大城市 其实这两三天天气都会有雨甲雪 气温都在零度附近 天气的关注重点就是澳洲东岸很多地方都在水浸 而加拿大东部也会继续下雪 香港时间晚上9点 我和周晚聪会有一个直播 跟大家讲一下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 也都讲一下香港现在的最近疫情情况 这集节目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分享、点赞和留言 最重要订阅这个频道 再见